实验本身它意味着是一种探索 能够善用这个时代的一种流量的基础设施 技术的基础平台和数据的基础能力 我们就能够找到新物种的一种引擎 挖掘到场景的一种动力 大家好,我是场景实验人 我们是处理这个时代删写新物种的一个加速器的传信服务平台 从2015年我们在写场景革命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就是新的场景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必然 那么新的场景如果层出不穷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土壤里面会展出新的东西出来呢 在我这个场景革命之后的抄架IP 我的副标题就已经是互联网新物种方法论了 到了2016年底我们在这个基于抄架IP 这个新的场景已经让我们去认知到 这个时代的杀业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我们讲的微信 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小程序 无论是我们在这个理解 产业的形态 我们就在8月5号就做了一个新物种爆炸的一个课堂 一个发布会 我们就提到了大量的一些新的案例 新的公司 新的这样一种杀业模式 在当时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 就是Airbnb是什么 共享单车是什么 无人零售是什么 那么当时我们就认为 就是以彻底的数字化为标志 一定有大量的商业的产品 商业的服务和商业的模型 会被彻底的改造和改变 所以今年我们依然认为 这一种改造还在加速的连带 所以我们在8月5号一如既晚的 会带来我们关于这一年度 商业新物种本身的总结 回物和展望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总结 我们是为了要去看 未来是什么 看到更多的不可能和更多的新物种 并不是说只有黑科技才是新物种 我们也不认为新物种 就一定是不明觉厉 脑洞大开的 当然它一定是这个时代 我们讲的新的基因 新的连接 是能够满足这个时代 新的用户需求的一种产品服务 小米的这个手机 这种就是音响交互了下笔 它肯定是一个新的物种 甚至是这个空调 其实都因为这个更多的一种 智能交互的一种引入 和更多数字化的防补 它们都开始具备了新物种的一种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新物种它第一是基于数字化趋势的一个不可逆转 第二是基于我们理解这个用户对于体验内容细节为代表的连接的一些这种关键点的一种认知 越来越清晰的递进 第三我们会发现就是是新的连接的一种网络 包括了Facebook Google 这个腾讯 阿里 京东为代表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所展出来的新的一种方式 连接的一种复杂性 第四甚至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商业交易的一种就是新效率 所以移动支付和这个配送快递的一种就是马路的能力 其实也催生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我们看到的这种新商业的一种形态 比如我们最近就感觉到像餐厅就会被全面的塑造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数字化包含了数据捕捉 人脸识别 在线支付 也包括了C2M 他们会这个重新定义这样一个新的餐厅的形态 包括饿了吗 美团点评等等 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尝试就是这个什么是未来的餐厅 那么就这种餐厅的一种 一种改变我个人觉得会是非常革命性的 它意味着就是数字化餐厅就是所建即所食 那事实上就这种餐厅形态 我们会发现它作为线下的空间来看的话 就牵扯到我们关注的第二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命题就是空间革命 空间不再是空间 空间是内容 是一个刷新的载体流量的一种入口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很多互联网从业者会开玩笑说 哎呀线上的流量不够了 我们到线下去讲流量 这就叫新零售 但事实上我们会更多的会感受到 我们对于空间的要求 跟以前的一种禁止的作品崇拜 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比如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空间它是复合性的 你会发现品牌的旗舰店体验店它并不是以售卖为中心 它可能要有咖啡它可能要有这个社交摄影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大量的这个商场 大量的沙液体都在引入像这个Team Lab 日本的这种数字艺术的团队 所以你像日本东京的这个就是这个银座 银座Six全新的一个艺术商场 他们要有Team Lab 你会发现连像蓝色港湾这样的北京的一个中典的一种商场 它都要有燕昂美术馆 都要有Team Lab的未来游乐园社交网络和数字化 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标配 事实上这不仅是在零售 结果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空间都被这样要求 比如我们就发现就是大量的这个精品酒店 在这个击败五星级的那些连锁的酒店 导致这个大量的这些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比如万豪他们就在尝试 就说哎呀我怎么样把客房做得很小 更多的空间给到这样一个休闲和办公 联合办公或者是这个共享办公 你看它这个边界就在溶解 甚至于就是WeWork它还推出了这个健身品牌 它还推出了他们的公寓品牌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 这个基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溶解 和用户时间这个战场 在注意力分配层面的这样一个变化 其实他们反过来就是为重新定义 我刚才说的餐厅办公室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酒店 因此这个空间圣诞系统 还会衍生到各种类型的第三空间 就包括这个汽车 就包括车链嘛 比如在这个汽车这个空间里面 一定会产生很多非常新的物种的形态 非常新的杀影模式的一种变化 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们说 这个杀影新物种它的一个奇妙之处 我觉得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因为我们发展得太快了 所以我们整体就是 大家会有一种浮躁的心态 甚至我们会把资本市场的成功 会定义为是创业和创新的一个单一尺度 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健康的 比如我并不认为梁建章 川办的携程本身 它是成功的 但是我认为梁建章 对于这个人口理论本身的一种研究 是这个值得称道的 那么我们到底是去认为 这应该是一回事情的 我们很多人就认为 非此即彼 就是要么就是财富的成功 要么就只有这一个标签 但事实上参丝多态 才是这样一个幸福之源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这个就是推动和形成 社会价值观多元性的一种贡献 去推动商业本身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去让这个社会进步的这种能力 它是不是更加的可持续 比如快手的普惠这种价值观 它帮助了越来越多的人 连接进入了更大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人非常感慨和感动的事情 谁说我在四线的城市 就是这个 我就不应该记录我自己 应该是快手的CEO肃华 有一次演讲里面 我看到一句话 我但是特别把它记下来了 他说我希望中国山区的 一个男青年唱的这一个情歌 能够被乌克兰的姑娘听见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技术和玩意 它应该是有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能力的 所以我所欣赏的品牌 它毫无例外 它都具备一种普惠的能力 本地点 sideat 我们下期再见